这两人在带梁的街道上听着理念 来 从扬州到日本的船就是这一艘了 由苏浩月船出款 超级小uci 胡粉是一个日本传统的颜色 其实是白色 胡是哪个胡 胡人的胡 这个东西就是外来的 从西日传到中原 然后又传到日本 所以叫胡粉 这是一栋一百年的建筑 而里边是一家三百年的老店 中川正七商店 这家这里有咖啡馆 中川正七最早就是做染制品 叫做耐粮染 它还有一个喝抹茶的变 茶花挂花 这什么字叫云无心 这个浓厚的厚抹茶 浇上去就综合了它 特别特别甜的味道 美味しい 除了贵没什么毛病 看到浦洪元朗先生的作品 在这里又销售三万六千元 你看人家耐粮 还要模仿中国唐三彩的日用器皿 来跟大家看一个圆球球 圆球球是什么呢 这叫山芋 这是通常就是酒站的门口 会钓一个这个东西 在同年这个制作酒的时候呢 它会把青色的这个山芋挂上去 等到这个铺叶变成这种颜色的时候呢 这个就代表酒已经好了 可以喝了 这是沃的吗 他说这里边加了一种叫酒破的东西 这一家本来就是有酿酒的一家餐厅 所以可以闻到是有酒香味的 这里有海力 哦 酒破就是酒糟 啊 我吃了之后才发现它整个这个里边的汤就是拿酒破煮的 很好吃 空口吃也要好吃 你加的料吃也是好吃的 可能我真的属于那种接触范围比较广的博主吧 对 嗯 奈良也有一个这样窄窄的商店街 里边有吃 有买 有各种工艺品 其实来到奈良 除了那些著名的鹿公园啊 东大寺啊 也可以到他这些老街老巷里边转一转 有一些有趣的店还挺多的 啊远处就是那个要马上进入维修状态的奈良的五重塔了 明天我们将会去距离奈良大约30分钟车程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金锦厅 我非常期待 我非常期待 我们那儿停了多久啊 就这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嗯 100块钱人民币没了 哎 没有75 这里就是奈良下面的一个叫金锦厅的地方 非常有日式的风格 啊 为了配合当地的历史风貌 就连自动贩售机也被包成古香古色的样子 哦 这家茶店叫古伊 好大哟 这家茶屋这么长 这是走街串巷卖这个的是吧 我们应该买一个啊 这个酿酱油的桶真的好大呀 比我还高 估计得两米半左右 这种就是日本很老式的那种酱油铺 然后包括这种老式的酱油包装 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购买酒的地方非常感兴趣 这家的品牌叫做初试男 哦 她是她的女儿 这是第16代 280年的一间店 哦 你看我猜就是嘛 那她就算是女将咯 她不算女将 现在人家是社长 社长妮 我认识是男女 我认识是男女 啊 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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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是男女 我认识是男女 那是男女 我认识是男女 我认识是男女 我认识是男女